他双臂一抬 双肘向叶好轩胸口重重的压来 叶好轩早就防备着他这一招了 他双手一伸已经推到了头顶的墙壁上 借着这一推之力 他的身体蹭了一声从床上窜了下来 李延欣这一肘重重的系在床上 咔嚓一声 那张十目双人床登时断为两截 整个床声轰然塌下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好玩 李延欣忧远地站了起来 刚才整张床塌陷 他落到了地上 显得有些狼狈 跟别的女人一起滚床单是激情 但是跟你在一起是殉情 李大小姐到底有什么事情 叶豪玄淡淡地说 我说了 我是来旅行上次的诺言的 我说过要陪你滚一次床单 我就要做到 李延欣浅浅地一笑 那带着浅浅九窝的脸蛋 看起来就是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 认谁也不会把他刚才的那副招招致命的招式 联想到一起 现在床单算是滚完了 叶豪玄有些无语地说 他还没有尝到一点心好不好 是滚完了 是你不解风情 不配合我的爱好 所以只能怪你没艳福了 李延欣根根娇笑道 说吧 到底什么事情 我来找你是想找你合作的 李延欣正色道 我跟你貌似没有合作的地方 你是李家千金 而我不过是一个小医生罢了 叶豪玄怂耸肩膀道 小医生能够承受得了我六象般若 如果你真的是一般的医生 我的般若之力早就把你给压成肉酱了 李延欣浅浅地笑道 和你合作 我怕我自己会死得很难看 叶豪玄摇摇头 难道你对我们之间的合作 不敢一点兴趣 我可是能给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好东西哦 李延欣微微一笑 利益重要 但是我的小命更重要 李大小姐 恕不奉陪了 不见 叶豪玄说着就要转身开门出去 我去的地方可以弄得到千年灵芝 灵物太岁 也可以弄得到你三花贵路酒中需要的珍贵材料 李延欣浅浅一笑 叶豪玄微微一争 三花贵路酒的特供酒是需要太岁 因为太岁这东西可遇不可求 极其珍贵 它属于灵物一类 相比而言 百年野山深 比太岁一找的多了 之所以特供的三花酒不能量产 一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 叶豪玄不知道去哪里 去找太岁 只是令叶豪玄诧异的是 李延欣怎么会知道他的三花贵路酒里面 会需要这个东西 你调查过我的东西 叶豪玄的脸色微微地沉了下来 调查倒是没有调查过 我之前喝过一次特供 而我又有一项特殊的能力 就是不管什么吃的喝的 只要我闻过一次 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里面的成分 李延欣笑道 属狗的吧 叶豪玄无语地压头 他没有想到李延欣 竟然还有这功能 那你刚才岂不是 跟一条狗滚床单了 嗯 李延欣并不着呢 只要我愿意 你的那种酒 我完全可以复制出来 那你倒是可以试试 对于李延欣的话 叶豪玄是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他就算是知道了 自己养生酒的配方又如何呢 关于整个流程 以及药效淬炼提纯 他是无法复制的 给他一百年 他也研制不出来 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我会复制出来 第一 你根本不可能复制得出来 因为有些药物是提纯淬炼 必须是我亲手去做 第二 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 因为你是李家千金 叶豪玄淡淡地笑道 你挺了解我的嘛 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李延欣娇笑道 他的手往叶豪玄的肩膀上一搭倒 别去缠陈若曦了 咱俩测一对得了 对不起 我不喜欢跟一个随时都会要了你命的女人凑成一对 也没有人会喜欢这样 叶豪玄把他的手放下 没去 李延欣忧怨地扫了叶豪玄一眼 然后证词道 开始谈正事 到底合不合作 为什么会找上我 因为我这次要去的地方不简单 我进不去 你是唯一一个实力不低于我的人 而且跟他们那边没有任何瓜葛 这京城还有你李大千金进不去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我想那地方也不亚于龙潭虎穴 李大小姐 你是鼓舞者 你们有你们的江湖 我不想牵扯到你们任何一方去 叶豪玄淡淡地说 难道你不是鼓舞者 李延欣反问道 就算你不想牵扯到江湖之中去 但是江湖里面已经有了你的传说 现在我们那个圈子又有谁 不知道你叶医生手里的天心玉露丸 只要在回炉炼制 加入数种天才地宝 就能起到洗水伐骨的作用 叶豪玄脑海中轰的一声 他没有想到 自己还是惹上麻烦 关于他用太水和野生炼制的药丸 他只是用来危急关头救命用的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没有想到 还是被别人注意到了 上次他用这个药 去救陈家老太爷 京城圈子里传得人尽皆知 没有想到竟然被江湖中人知道了 而且正如李延欣所说 他的天心玉露丸 再回炉惊他浩然 真气重新炼制 然后再加入一些天才地宝 的确可以洗水伐骨 能让鼓舞者的修为大幅提升 那又怎么样 叶豪玄反问道 我们鼓舞又鼓舞的圈子 所幸的是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 如果我不小心宣扬出去了 那后果可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 李延欣板带威胁地说 你在威胁我 叶豪玄扫了他一眼 别说威胁这么难听啊 我只是在提醒你 李延欣咯咯笑道 叶豪玄的脸上阴晴不定 他知道 他手中这药的药效 如果泄露出去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麻烦 鼓舞的圈子不同于普通人的圈子 世间的一切准则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效的 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 那就是弱肉强食 洗髓鼓那就代表自己的修为 能栽上一层楼 是多少鼓舞者梦寐以求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了 自己手里的六颗天心玉露丸 绝对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甚至会祸及叶豪玄的家人 他现在的势力还不成熟 虽然对付一些杀手雇佣兵没什么问题 但是要是对上鼓舞者 还是很薄弱 跟我合作 我们就等于是结盟了 就算是真的出了事 有姐罩着你 你怕什么 况且这件事情 对你有利无害 李延心娇笑 你要我做什么 权衡了一下利弊 叶豪玄淡淡地问 看着眼前笑颜如花的李延心 他恨不得把这个妖精给扒光了 圈圈叉叉一番 这是他第一次向人妥协 很简单 你只要带我进白云庙一次便可 李延心微微笑道 白云庙 就是一品夫人刚刚建成的那座庙宇 叶豪玄诧异地问 不错 因为某些原因 一品夫人的人处处地提防着我 所以我进不去 你只需要和我假扮情侣 带我进去就行了 你进去那里做什么 一品夫人和你背后的势力 不对头 这就不是你该问的了 你只要带我进去就可以了 而且据我所知 这里有一个天才地宝交易市场 一般人不知道 到了那里 你可以找到三花贵路酒中的任何材料 那好 仅此一次 叶豪玄淡淡地说 当然 李延新娇笑 交房卡退房 一名服务员拿着一张账单道 两位 我们房间里的物品有所损坏 这个 你们需要照价赔偿 李延新的那一记六项般若 没有压到叶豪玄 反而把那张石木大床给压坏了 所以必须照价赔偿 都怪你 折腾得太厉害了 李延新故作幽怨地 扫了一号悬疑 只是那抹羞涩 以及他脸上微微的潮红 让人不难想出 两人刚才经历过一场大战 只是服务员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能把一张石木大床给折腾断 这对开房的小情侣 到底搞得多么的惊天动地啊 呃 貌似 是你在上位压断的吧 叶豪玄毫不客气地回应道 想让自己付全责 门都没有 小气鬼刷卡 李延新气恼地扫了叶豪玄一眼 然后不情愿地拿出自己的银行卡 服务员边结账边摇头啊 这算什么呀 开房还有女的出钱 难道这男的是典型的六块钱的麻辣烫 天哪 那可太占便宜了 这个女孩好漂亮 身为女人的自己都忍不住 微微有些妒忌了 老公 你真威猛哦 李延新顺势挽住了叶豪玄的手臂 玉手 却在叶豪玄的手臂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叶豪玄痛得直咧嘴 这娘们儿太狠了 他手一伸 右手顺势滑到了李延新的短裙里 他咬牙切齿地笑道 要不再来一次 猝不及防之下 李延新不由自主地轻忽出声 他吃惊地看着叶豪玄 这家伙真是一点亏也不吃的家伙 直到上了车 李延新才恼怒地把叶豪玄的手推开 你这个混蛋 你不要得寸进尺 是你找我来 非要我做你男人的 没有酬劳我忍了 但是不让我占点便宜 我忍不了 叶豪玄摇头 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 没想到也是一个色鬼 李延新浅浅地一笑 我只是风流罢了 叶豪玄淡淡地说着 启动了车子 在后车厢的李延新 突然把他那件短外套除了下来 然后那件迷你的小短裙 微上一揽 把那双玉腿上的肉色丝袜 也除了下来 叶豪玄一个哆嗦 这个女人想干什么 看什么看 没见到换衣服吗 李延新瞥了叶豪玄一眼 似乎当他不存在似的 依然一件件地换着衣服 直到他身上只剩下一件文凶 以及勉强能够遮住重要部分的小妹妹 洁白纤细的身材 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 叶豪玄的眼前 叶豪玄目瞪口呆 这个女人的身材真的是无可挑剔 因为他身具鼓舞的缘故 身上的线条极幅比例 就好像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 他不好意思光明正大地看 只得透过车的后视镜猛吞口水 要看就光明正大地看 典型的有色心没色胆 哼 李延新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因为他发现叶豪玄正在对车的后视镜猛描 你这是想让我们再出车祸呀 叶豪玄苦笑了一声 认真地开起了车来 这个女人绝对是诚心的 要不然干嘛 她刚刚在宾馆的时候不换衣服 偏偏在车上换 李延新手一抖 一件紫色礼服展开 等两人下车以后 李延新已然换了一副模样 只见她一袭紫色的礼服 玲珑有致的身材 被这件礼服衬托得完美无瑕 再加上她那份大家闺秀独有的气质 以及那浅浅的笑意 总是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两人亲密地在一起 俨然就是一对热脸中的情侣 李延新取出一个墨镜 把自己大半边脸遮了起来 叶浩轩摇摇头 任谁也不会想起这个女人 刚才在宾馆里面对她下死手 果然啊 金老先生说的对呀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出手 用上子的方法封了我的修为 李延新一手挽着叶浩轩 一边低声道 为什么 叶浩轩微微地诧异 你以为都像你能做到武器尽脸 曝光不露的境界 如果我这样走进去 我保证进不了庙门 就被人发现我是鼓舞的身份了 李延新道 叶浩轩点点头 伸手把李延新的内袭给封了起来 他刚才说的没错 平常的鼓舞者 会被同等级别的高手 一眼就看出端倪来 想伪装成普通人是不可能的 而叶浩轩不通 他身具悬殊 可以做到武器尽脸 曝光不露 就是和平常人一样 身上一点鼓舞的气息也看不出来 如果不与他交手 根本就不可能看得出来 他是一名身具黄街鼓舞的高手 鹤凤舞不会无缘无故的建一座庙的 这里面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而且在一品夫人的背后 肯定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势力 别的不说 单凭他身边的保镖是鼓舞高手 就能说明问题 而且如果他背后没有势力的话 他也不会管得一个不老传说的名头 也不会凭自己一个人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练下这么大的财富 如果叶好轩所料没错的话 贺峰舞背后的势力和李延新背后的势力 应该是敌对状态的 他之前得知李延新自八岁那年 就跟随他师父四处云游 没五年才回到李家一次 而且这一次距离上次他回家只有三年 他之所以积极地赶回来 不惜威胁自己带他进入白云庙 这庙门里面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过叶好轩不想牵扯到江湖恩怨里面 但是京城的几处敌对势力都已经让他有些焦头烂额了 再招惹江湖里的那些鼓舞者 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他打算只帮李延新这一次 然后离这个女人远远的 离他远 等于说离麻烦就远 李延新自然地挽着叶好轩的手臂 两人亲密的样子 俨然就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 当然 叶好轩不识时机地在李延新的身上 大肆地开油 让他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带他近似 不收点利息这么些 李延新大为窝火 但是也无可奈何 因为他发觉 就在通向寺院这短短的几百米的路程里 有着至少不下三名鼓舞者在这里站着 叶医生今天这是不请自来 就在叶好轩即将近似的时候 叶好轩听到身后一个音测测的声音 传了过来 他回头一看 只见思青面无表情 冷冷地注视着自己 李延新心中一紧 他挽着叶好轩的手臂 下意识地紧了一紧 叶好轩淡淡地笑道 我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 哪里有热闹我就去哪里 这是我家主人的请帖 叶医生拿着可以在寺内畅行无阻 不然的话 有些地方是进不去的 思青右手一伸 一张大红擎铁吃的一声 带着破空之声 向叶好轩的胸口袭来 叶好轩始终两指一夹 把这擎铁接在手中 擎铁之上 蕴含了思青的内心 如果是普通人 非得要受重伤不可 叶好轩化去了他的内心 不再理会他 转身携着李延欣走进了寺里 眼间躲过了这一关 李延欣才松了一口气 他叹道 哎 刚才那个人 修为比你还要厉害一点 至少是成名数十年的黄洁高手 我知道 昨天我还与他交过一次手 叶好轩淡淡地说 他突然站住了脚步盯着李延欣 有些问题我要当面问下你 你说 你是什么身份 这个寺庙里面有什么 你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 你的师门是谁 和一品夫人背后的事里有什么过节 叶好轩问出了一连串的疑惑 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不知道从哪里回答 这样吧 帮了我这一次 我可以任你折腾 我可是很会玩花样的哦 李延欣一副任君采摘的样子 那样子颇具诱惑 回答我的问题 不然的话 我现在就像刚才那个人 说明你的身份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你不敢 李延欣浅浅地笑道 呵呵 你可以试试 叶好轩微微一笑 这个女人竟然威胁她 她这是第一次向别人妥协 也是最后一次 但是她必须要弄清楚 这个女人的动机是什么 是 rooting了 这个女人的动机处